歡迎光臨來到我們新東洋迪化100 前面是我們的現烤香腸區 還有我們這邊特別有烏魚子叉燒 從外面到這邊的距離是城區 這一段到雲山西路那一段 這一段是環境那一段 台灣在那個年代 大概就是這個時代 巴洛克 我們平時代的元素 黑底 瘋瘋性 然後今天 他有說他要做下一世紀的新東洋 因為我們的觀念呢 新東洋就是 就是一個很傳統的一個產業嘛 就是紅色的啊 就是很傳統啊 喜氣洋洋啊 老陸 人家相信星座的話 天秤都比較曖昧嘛 那國外其實在里蘭部分 做了很多不同的研發 這個是一個 Gorgeous 很漂亮的Gift Basket 我跟他分享我的帳號 他就知道我在看什麼 那走到哪裡就跑去了 看看人家在 的包裝 有什麼 值得學習的地方 所以 其實是 蠻把這方面都 融入到他的生活當中 今天是要來做 手撲的鳳梨菇 手撲的 然後拿來切 再把它搓圓 開夢那天有試過 讓那個 小朋友跟家人 可以同一起做 PIY 對 其實這個做法 沒有很複雜 他就是把外皮跟內餡 分割好以後 加進去 滾好以後 塞在膜裡面 然後就可以進去烤箱 塗上去 肉醬然後加生菜 再加洋蔥 番茄 起司最後 應該 那時候他們本來是用 外面的牛肉 我說你為什麼不用肉醬 我們以前小時候都記得 那個 吐司就加一點肉醬 就很好吃吧 我可能切菜他幫忙炒 或者是什麼 我們覺得一起做比較的樂趣 看起來太厚了 不是 對不起 因為他終究是 不同客群的年度 就他那個年紀裡面 族群的一些代表 我還蠻直接的 比如說我會說 這個肉乾有點太甜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甜 或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味道不夠 或是可能別家有 有什麼肉鬆的產品 我就說 為什麼我們家沒有做這個 這樣的產品 對啊 我就會給他一些建議 因為小孩幾乎都是我在 所以我當黑臉比較多 然後他在家裡 小孩子當白臉 對 晚上我常常比較沒有時間吃飯 對 所以才能維持身材 他自己不吃的 不是常常 他因為時間 沒有時間 然後自己的意識力 對啊 應該是我以前工作 造成我有點強迫症 就是只要胖一點點 我就會覺得 不行 我要節制 沒有沒有 現在大概44 44 我現在胖死了 44耶 就常常看到一些東西 或是聽到一件事情 兩人是同時反應 回答是一樣的 然後就high five 看完就 對 一副 剛剛一直說 說一樣的話 他滿顧家的 對 他對小朋友其實很有耐心 而且每天 如果他晚上不用應酬 他晚上回來一定會陪他們畫畫 然後陪他們玩 畫的時候我就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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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 做一些聲音 他們這樣 他們就跟你 嗯 像這首次他們有時候 可能就畫不出來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你換什麼 我爸爸都可以救 然後他只要畫不好 我就過去 然後我點點點 他就會把這個線點起來 爸爸就一定腳要比較多 然後他說 我也要 然後他就停啊 或者他輕鬆會腳腳 其實這次訓練 他去想說 一個東西可以不同腳步 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他個性就很活潑 然後他很願意去嘗試不同的東西 他會有一些很讓你 很多那種意想天開的事情 帶一點進去他的公司 我覺得他機會很大 同時用手機下載TP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等你哦